记者曾建明新北报道,新北市新庄区日前京县习兄郎,一名鬼二女学生傍晚下课独自步行返家途中,突遭一名陌生男子伸手习兄,虽男子当下急忙道歉,但少女事后越想越不舒服,在家人陪同下报案提告,警方经连日追查。 昨晚八时许约谈涉案的38岁高男新庄分局表示,本月七日下午,少女行经新庄复国路时,突遭一名男子碰撞后习兄,警方事后监视监视器,发现男子当时洋装滑手机,慢慢接近少女,趁其不备时故意碰撞少女,急次伸出狼爪,扩大追查后锁定无前科的高兴男子并通知其道。 高男昨晚主动盗案协助调查,警方表示,高男盗案时否认其凶,公称当天他一边划手机一边不行,才会不小心撞上少女,声称不知碰触到何部位,但警方训后仍一性骚扰防治法将他含送法办。 好吗? 好吗?